為何叫皇后飯店呢 我記得爺爺當時說過1952年英女皇登基 當時他想開一間餐廳 不想叫皇帝那麼大 就選了皇后 當時爺爺就在上海學廚 跟了俄羅斯廚師學廚 學完就在香港開國 當時在北角就在英皇道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叫皇后飯店 那時爺爺很節省 從來都不裝修 跟現在年代有空裝修店 商場會想你有一個新年 不會的 裝修可能是維持了幾十年 就變了有舊的名堂 會有那個年代的東西 譬如水磨石地下 那些木 那個門口有那個門框 會有那個鐵的門框 會有這些舊的年代 反而維持很多東西 遺留下來 反而變相了還有美度 那個身 要多少錢都可以裝修到很新 很華麗都可以的 反而要保持舊的 是很難才能保持舊的 尤其是有一年聽說爺爺就是身體不好 到第二代的爸爸去接手 本身都不打算做事 只是打算賣了他就算了 他又不是廚房 不過他懂得吃 他是生意人 做在生意 他覺得沒有理由 他看到當日 結束的時候 都很多人排隊 很多人 電視台 都有來做訪問 他覺得沒有理由這樣可以遺忘 還有一班老員工 還有老員工 那時候我聽媽媽說 那時候 桃園灣要結束的時候 他們的員工就是 因為以前我們有桃園灣 有一個地方 是有宿舍的 是給那些員工住的 那個店要結束的時候 那些員工就很徬徨 原來他們是 是有些沒出過桃園的 是 是 我不知道我怎麼辦 有些老伙計在這裡 72年 是的 那時候的餐廳 給我們感覺 其實是一個 家人的餐廳 例如星期日 爺爺都會帶回 咖哩 薯仔沙律 都會帶回家 我們每個星期日 都會有家庭聚會 去爺爺的家庭聚會 爺爺通常都會 一個鐵的茄汁罐 就拿了一盒咖哩 我當時覺得很好吃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吃咖哩 剛才你問過我 我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皇后的咖哩 都希望可以保持味道 主要的東西 是爺爺年代的味道 是 尤其是羅宋湯 羅宋湯其實工序很多 我們會做牛骨湯 要熬很多小時 另外一個叫馬 那個馬 會有蘿蔔 番茄 西芹 藥蔥 炒 那個馬 重要是要隔夜 然後再放回去煲 再放回去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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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煲很多小時 其實那個功夫是很多的 還有那個材料都很貴 現在外面都很少人會 故意用這麼多功夫吃 做湯 那個湯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例如你過來吃午飯 是最初的印象 那個湯 那個客人一坐下 那個湯已經 你有誠意給他 我覺得那個湯很緊張 而且我覺得 那個湯是鍋頭的名分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有日式 有西式 但是那個薯仔沙律 那些薯仔吃下去 你不會覺得一塊塊 你會覺得它是連在一起的 還有它有一種舊的味道 很難容給你聽 有一種酸酸的甜甜的 所以這件事才難做得到 我們到今時今日 有時都經常要試 要提點師傅 始終這些都是人手做 不可能每天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利用自己的記憶 去提點師傅 我們跟隨最傳統 他們都是用這個雪糕殼 有些青瓜 金筍 金筍 熟蛋 薯仔 薯仔 還有一些 冰糖 因為其實巴馬蜜 我想沒有人會不認識 我想它和皇后的薯仔沙律 放在一起 讓客人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感覺 一些新的感覺 很難看 新的焗豬扒飯 其實爸爸喜歡吃的 以前的焗豬扒飯都沒有西勤 爸爸不加 慢慢改良 以前只剩番茄焗豬扒飯 有青豆 有洋蔥 有一年突然叫師傅加了西勤 西勤碎 反應都可以 裡面有個脆脆的菜 可能帶出鮮味更加強 這個餐廳是由皇后餐廳主理人 爺爺留下來的餐廳 用到現在 我們跟傳統去做 所以和坊間皮會有些分別 豬扒飯汁炒香 金筍、西芹、洋蔥 還有一些菇片 最後會有些新鮮的番茄角、青豆 放在上面 之後焗 其實你們在細節位置做得很足 因為很多餐廳都不會再炒過醬 都是那句 堅持 因為如果你一早把蔬菜 丟到醬汁裡 它會爛掉 那些吃下去的口感就不好吃 牛柳絲都是來自舊式西餐 一定要有的一個材料 我們做過牛柳絲 一定會有很香的酒味 有些會做到好像茄汁一樣 還有我們對牛柳絲的要求 都一步一步去改進 以前舊式 可能牛柳絲頭頭尾尾 很乾 我們採用的用料都會有一個要求 現在我們在煮的就是 經典的牛柳絲的新鮮蛋麵 我們材料有新鮮的番茄條 蘑菇片、洋蔥 我們要先爆香 加一點蒜蓉、紅酒 炒好、炒底先 我們的醬汁就是皇后最經典最經典 最經典最傳統的做法 我們裏面有燒汁、忌廉、茄汁 最緊要就是我們最後會用這個新鮮的檸檬汁 帶回酸味出來 小時候會問一下爺爺的東西 為何他煮飯這麼聰明 我們又沒有怎樣過問爺爺 煮飯這麼聰明 我只知道爺爺是 就是叫爺爺 對 他是很漂亮的皇后 就是 他 星期天經常會跟我們說 今天有些什麼人來吃東西 讚皇后 他會跟我們說 但是爺爺經常都跟我們強調 Queen's is the best 他偶爾都會說一些英文 又加一些上海話的廣東話 小時候 經常回店裡 都想叫爺爺做個香蕉船 但可能那時候太忙了 都沒有空 因為做一個香蕉船 都要點時間 又要不雪糕 又要找香蕉 像香蕉 可能都特別之日才會有得吃 我也會很喜歡去一些古董店 看一下 我曾經認識到有一個古董店的老闆 然後就聊聊聊 就見他掛一些照片 這很像皇后 就問 問多了問之後 發覺原來他是皇后的客人 然後就做了朋友 然後發覺 他原來 他每次去吃飯都發一張照片 告訴我 這些東西不行 這些東西不行 我們都盡量改進 現在皇后飯店在黃中坑這個新的地點 我們有一個轉變 就是沒有以前那麼暗 因為現在的商場都想來一個新的形象出來 我們又不想很刻意去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反而會想做回皇后很經典的感覺出來 譬如說會保留很多皇后舊的東西 譬如說 那個皇后的Q字 你經常在我們店鋪看到 會有對童的魚 那我們就放在門口 另外 我們皇后的那幅很經典 電車路的那幅相 我們就找人重新畫過 就放在我們那個牆上做的feature 港式的西餐 在香港真的越來越少 其實我看到很多台灣會或港式西餐 都停了在一個年代 他們又未活落 但是沒有這個意思 繼續去變身 我們想嘗試去接觸和年輕人接軌 不想讓人覺得 舊店就一定是上年幾六人家 我們也會有舊店 又有新的輕食品的咖啡店 今次選過 童坑這個點 就是細小一點 我們也想嘗試店 去看看市場的項目 我們只能夠盡量全資做到什麼 就做到很多人 我覺得留住客人 其實我覺得要做好自己先 尤其是現在很多 譬如說北上消費 我覺得最重要是做好自己 食物要做得好先 儘量做好一點 這個服務 我覺得要留住客人 要做好這些基本的事先 不要只想我們是一個舊的品牌 靠回憶 那些客人會回來 我會覺得有這麼多熟客 那些客人都經常回來吃 小時候爸爸帶來 現在做爸爸又帶兒子來 我見到那些客人都這麼喜歡 往後 沒理由自己放棄 除了是我們家人的回憶 還有很多人的回憶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